我刚才问了一个老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还很好 这个东西还不错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把壶 坐下来给你们看 底下是带这种堆树的 和花卉的一个这种底座 这种东西呢 就是最典型的 庸正的东西 有没有兴趣盘它 看这种透明的 有点像塑料的地方 是老外修补了的一点点 因为当时这种东西容易磕损 我碰到过很多这种壶 但是呢 没有一个买得了啊 都是比较贵的 就而且没有全品的 几乎都是有毛病的 对来说我感觉 我朋友里面玩糊 的人不多啊 所以好多 我的好的糊 都给你们乱卖掉了 贱卖掉了 便宜出掉了 真的 昨天很多精品的东西 都给你很便宜出掉 今天有个朋友还问我 那个碗怎么没有拿出来卖 我说那个碗都卖掉了 他很喜欢他想要 他问我多少钱卖 我说一千出头 一千一卖掉的 不敢相信 两千多他都要 所以好多精品啊 都是给你们放漏走的 什么 看看彩的氧化痕迹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认为它还是新的呗 是不是 还要看氧化痕迹 这个不要看氧化痕迹啊 你们不要这么业余 好不好 这种一眼开门的 拥粉的一个壶 你们买的太少了 我虽然没有买一个 但我看了至少十个八个 我也看到过了 不要看氧化痕迹啊 你你再再往下去 叫拿放到电子看气泡了 是不是 说白了 行家一看 秒懂啊 这叫秒懂 如果这个一秒钟 你还不懂 那基本上你也就不懂了啊 很多人说 我要仔细看我才懂 我要放大镜看我才懂 我要看底我才懂 那说白了 你还是不懂 真的你还是不懂 因为这种是很开门的 不是那种说玄妙的那种东西 咱们就需要细看 这种东西叫一眼 一眼的东西啊 东西就是个 雍正本朝的一个壶 这种东西它很有特点 为什么很典型 他把这种是画一个 木桶骑牛土的 这种路份高 这种我告诉你多少钱 一万多啊 缠的也要一万多 懂吗 缠的也要一万多啊 刚才你们 连打价格的勇气都没了吗 你说谁业余 是你业余 还是我业余 所以你看 咱们经常直播 就能碰到一些 很奇葩的朋友 这还看养化痕迹 我一开始问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都是拿 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跟你们来学习啊 我一进这个店 好多东西 我就先挑了这个啊 因为我喜欢这种东西 我第一个 我喜欢胡 第二个 我喜欢雕塑 第三个 我喜欢拥粉 它全具备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价格合适 我肯定会买的 老板要一万多呢 一眼老外 销池 对 这种是外销池 没毛病 这里它主要是外销池 也有传统池 也不都是外销 而且很多传统池呢 还很便宜 知道不 很多传统池啊 还卖不过外销 为什么 这种事情很容易理解 就给你们打个最 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就是有两个厂 一个是大品牌 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是格力吧 我们就说空调这个例子 比如说是格力 格力做空调的 No.1 是不是 大品牌 但是格力的空调 不一定卖得过 杂牌的空调 你们信不信 就是价格 我说价格啊 就格力的那种 普通的 那个型号的空调 就是1000多 2000块钱 但是有些小牌子的 它的一个高等级 高等级的一个 配置的东西 它可能要大几千 甚至过万 明白不 所以就这么一个 一样的道理 外销吃不一定便宜 传统吃不一定贵 外销吃不一定是垃圾 传统吃不一定都是精品 好吧 明白吧 所以开了啊 给你们学习到位就行了啊 这个反正你们也干不了 干不了就拿走 这个好货你们都干不了 你们只能干点苦货啊 咱们打